梁振若晏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鄭維穎,我是進程高中的學生 也是扶怡自有學生陣線成員 在新政府上任之後 就修改了《學校丁丁教師 輔導與管教版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他就寫說學校不能再因為扶怡的關係來懲罰學生 那這個修正發佈之後就有反對方跟支持方在網路上還有社會上有引起很大的討論 那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看法是說 服依自由之後學生會在上課的時候對老師露奶頭 或者是說 好 大家free learning我也沒關係 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好嗎 或者是說服依自由之後學生會穿比基尼上學 那安全方面也會提議說 如果有外校人士進入的話 學生的安全會比較需要顧慮 但是這些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其實我們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幾個學校 像是中三女中台南二中跟板橋高中 都已經開放服依自由 他們進出校門穿非制服也不會被登記不會被處罰 雖然說中三女中還是可能在班上穿便服不會被祭典之類的 但是也算在減進的範圍內 然後還有新竹的建宮高中 台北的政大副中 還有嘉義新港義高跟桃園的大園高中 其實他們四間學校是沒有制服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看沒有制服到底是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今天又有建宮高中的同學來參與討論 還有今天熊中 他們比較有趣的是他們的學生自主發起 就是不穿制服進校門 然後看學校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但學校為了滅火就把今天變為一個福一自主日 然後他們比較酷的是還有很多學生就借熊女的裙子來穿 就是另外一個性別平等的表達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問一下 我們先請三位女坦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建宮高中的學生 那今天高一二一 對我高一二一 那建宮高中就是像大家知道的就是沒有制服這樣子 那今天就很高興的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在建宮高中我們是怎麼度過日子的 大家好我是內湖高中高三的畢業生 然後九月將進入師大台灣就讀 那我們學校服役規定我大概講一下好了 我們學校基本上鞋子還有襪子這部分的話是蠻寬鬆的沒有規定 然後進出校門要穿制服或者運動服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穿便服進出校門 那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有一次穿洞洞鞋然後沒有穿襪子被抓 然後後來我去向這個學校詢問啊 去向教官詢問說為什麼穿洞洞鞋不行 然後他說我沒有穿襪子 然後又說什麼學生就該以為學生的樣子啊 你不穿襪的你的成績怎麼會好呢 像我覺得這個他講的一個完全沒有研究 也沒有這個根據或調查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不太對吧 然後教官這樣講也蠻荒謬的 大概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蔡玲 然後我是中三女中畢業已經畢業一年的校友 然後中三女中最近是不會抓就是服役委規的學生 但是以前的規定還蠻嚴格的 因為我們我就讀的那三年來每年都會提很多修正案 就在服役委委會上但是永遠都不會鼓 然後我可以先講就舉個例說之前我們的服役有什麼規定 就是我們不能穿運動服校馬 然後黑鞋一定要穿黑鞋配黑襪或白鞋配白襪 然後不能背非學校的書包 然後也不能戴手環耳環 然後外套就是冬天的時候一定要穿學校的外套再加上自己的外套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學校有個態度那麼開放 有可能是因為總統是我們大學在外套 我覺得很有可能 就是因為以前學校就是非常的保守 然後每次提修正案的時候永遠都不會過 因為學生代表比較少 然後學校又非常的就是不願意去更改一些傳統 有兩個傳統 大概是這樣 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我一定要穿黑鞋配黑襪 這樣成績會比較好嗎 可能比較漂亮 因為我們的制服是黑白的 可是他們覺得就要全套都黑白 這樣版本比較好看 我們就是這兩所學校內湖跟中山的 都是一定要穿制服或體育服進校門 那想問一下 不能穿運動服 不能穿運動服 對 中山不能穿運動服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沒有制服的學校你們怎麼進校門 摞梯嗎還是怎樣 基本上就是大家只有假日都會出門 那可能就穿個輕鬆的 那我們就這樣走進校門 就是這個教官不會在校門口等人 教官比較站在馬路邊 然後在指揮交通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學生們就是很輕鬆的這樣走進校門 那想算什麼就算什麼 就是其實就是沒有什麼壓力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學校有人上課會露奶頭對老師 是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真的大家都會這樣問說 福一自由學生就會露奶頭 所以你們學校有沒有 我們學校基本上是不會啦 就是 我是沒有聽過說在課堂 就是進行當創校的聊 我是沒有聽過說在課堂上面露奶頭給老師看 第一個可能學生自己會害羞 就是這樣講比較像是說 做一個人自己都會有一些想要塑造自己的形象 除非是有什麼很重大的事情發生 或是要表演之類的 像我們金融高中昨天在那個 有一個英文化劇比賽 那就有那種游泳隊的學長就真的半裸 然後秀那個肌肉這樣子 就除非是這種情況 特殊的情況大家覺得好笑 或者是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等等 那基本上我覺得很少人 應該甚至沒有人 會無故的就把衣服脫掉 那他可能會有什麼可能 他需要一些協助之類的 那我想問你們學校就是 有沒有學生會穿很定類的衣服上學 我覺得在場的大家衣服都還蠻正常 那會不會穿什麼比基尼啊 或者是油褲或者是恐龍裝之類的上學 呃 比例跟 呃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金融高中 基本上還是有服役規定在 那 這個服役規定就是比較寬鬆 那 就是比較偏 可能是健康 學校的講法是比較健康 例如說 呃 不能化妝 呃 這個我其實不確定化妝是不在健康的部分 那就不能化妝不能塗脂甲油 然後 等等的 那 基本上我覺得健康高中的學生應該不會穿比基尼到學校 但是 如果他們是恐龍裝之類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能老師同學其實還蠻歡迎穿恐龍裝到學校 因為 基本上就是很有趣吧 但是其實恐龍裝還蠻熱的我覺得 所以學生基本上也不會無故想要穿恐龍裝到學校的去 那 因為現在還有人在看直播 所以我想問 如果直播有反對方的話 你們覺得穿恐龍裝上學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留言一下 好 那 再來我想問茂山 你會在學校就是 嗯 穿制服鏡像門 穿體育服鏡像門 然後在學校換蝙蝠嗎 呃 其實換蝙蝠的話 基本上 呃 會 就是其實因為基本上會覺得制服是一個 呃 穿起來不是很舒服 然後就選擇穿自己的蝙蝠 那 穿自己的蝙蝠的話呢 那基本上一樣啊 就是可能遇到教官的話 那教官會 這個 就是翻譯登記 那如果我們的話 是登記三次穿蝙蝠 或者這個服一不合格的話 那就要記警告 嗯 我會覺得說 嗯 你這個規定就是說你規定 你學生一定要穿制服或者運動服 然後你在學校一定要穿制服 但是你沒有這個必要性 就是去限制學生你要穿什麼衣服 大概是這樣子 那想要問一下李雲說 你們學校的規定是穿制服進校門 那可以穿 就是夏天的時候應該是裙裝還是褲裝 嗯 我沒有規定什麼時候換季 就是你要穿褲子也可以穿襯子也可以這樣 可是夏天穿長褲不溫熱嗎 會啊 所以 都穿裙子 還是會有人只穿褲子 因為裙子其實不是很方便 而且 怕護光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人會在裡面穿小籃褲 就是外面裙子裡面的小籃褲 然後進學校之後把褲脫掉這樣 但是 在進校門的時候又要進行這個儀式 就是一定要穿小籃褲他們的體育褲 然後再穿制服裙子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太合理 就是不太合理 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儀式 學校規定 對啊 就是其實爭取小籃褲開放 在我們學校已經很久了 我也不知道幾年吧 應該就是我進去的時候大家都 一定在 所以 服裝應該是一個就是舒適合宜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必須要有這麼多不太合理 然後奇奇怪的規定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再來就是反對方會說 如果每天都給你穿便褲 那你是不是會花很多很多錢來 就是製裝 那我們請問一下任寬你 每天都穿便褲 大概花多少錢就是製裝 其實我覺得 這個價錢可以高也可以低 就當看你個人的評會是什麼 那我其實 其實我的品牌就 真的就是網路上大概那種 兩件三百塊或兩件兩百塊的 那種 像是可能素色T-shirt 或者是比較 就特價那種T-shirt 那這種衣服平常買了之後 那我可以就每天穿 然後我去學校也穿這些衣服 基本上這個製裝的費用就是 我不要去違反 妨害風化的費用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假設 你如果不是那種特別care潮牌 或者是之類的人的話 這個製裝費用其實真的很便宜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冒散的製裝費用呢 因為平常是穿製服 那假日的時候穿蝙蝠 制服加蝙蝠這樣加起來是多少 其實先以蝙蝠來講的話 那蝙蝠的話 通常就是可能一兩件襯衫 然後可能幾件長褲短褲 然後外套 然後T恤 總共加起來大概可能十件出頭 然後你是架子 或者在這個飛上去的時間都可以穿 那其實這樣的話可能也 最多也可能四五千塊 當然有些人可能要上萬 那我自己的話 就可能也是像前面這位同學一樣 可能就是網路上買這個 兩件三百或者四百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的製裝費用 大概都在三千到四千以內 那一個月的話可能也只會買一件衣服這樣子 那相對來講的話 制服一套的話 可能你冬季夏季 然後加上什麼長褲短褲 腰帶啊 什麼外套之類的 然後加起來可能五六千 然後有些學校可能到這個九千一萬 然後甚至說你這個衣服 你只能上學之後穿 然後你放學 你過了家裡 你也不可能穿出去 那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制服就可能是一項比較昂貴的費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們就不用了已經畢業了 可以講一下啊 就是 就是畢業之後就不會再穿到制服了 所以其實買制服很浪費 就是 比如說你買一件衣服 就像我啦 就可能我 國二開始就沒有再長高了 所以 我從那個時候的衣服 就可以一直穿到現在 但是 我畢業一年 這一年內完全沒有穿到以前的制服 你也不會隨便穿個制服出去外面逛街啊 而且制服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學校的 學校內賣的制服非常的醜 就是沒有腰身 然後褲子很寬 然後 所以大家都會出去外面訂製 然後訂製一件又蠻貴的 就大概六七百 褲子一件六七百 裙子應該五百之類的吧 反正也蠻貴的 就是 很不划算 其實你已經比我好 我小學六年級就比較長高了 嗯呢 可以看到就是帽燦跟韌寬 這兩位 因為男生女生的制裝費用可能 普遍來說女生會比較高一點 但這邊兩位男生 他們的品味差不多都是網路上的T恤 或者是褲子 然後 茂山說 一個月三四千嗎 沒有 一個月三四千 一個月買一兩件而已 喔 一個月買一兩件 然後 大概是三四千 你剛剛說的 我說三四千的話 是可能 全部的衣服 全部的衣服 一年的話 那任款你等到 我 其實 只要 就是買一個全套的話 大概一千塊以內就可以解決 那平常也不會買太多衣服 那主要可能 假設買這個學習要穿的衣服的話 大概 也一樣是 一兩千塊到三千塊以內就可以解決 那這個 平常也可以穿 就是 就是 效益絕對比制服大很多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假如一品味差不多來看的話 有制服的學校跟沒有制服的學校 其實他們的制裝費用差不多 但是如果以 反對方的 他們的邏輯來看 應該算是7比2 但是 實際上有這麼多嗎 他們其實是花一樣的錢在制裝的 那我想要請問 因為反對者也會說 我沒有變 我沒有制服的話 我做到上學花很多很多時間在打扮 或者是 我要花很多時間在選衣服 那任寬你有這個問題嗎 呃 我是 完全沒有啦 我自己本身的問題是 我常忘記洗衣服 不過那個應該制服 參制服的大家 各位也應該都有 但是 基本上早上起床 我就是 可能挑兩件 隨便挑兩件衣服 那 那一件衣服 一件褲子 那我就可以出門 那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太 可能太起人憂天啦 呃 沒有我的制服 還是得穿衣服 那 就是 你平常穿衣服 穿習慣就是 那幾件 或者是 你要怎麼配你的 配你的那個 風格嗎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風格定型 或者是 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個 哲學 專業哲學的話 那其實 每天 大概花不到五分鐘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你說你一上學 花不到五分鐘 那我想問 你假日跟朋友出去玩 大概會花多久準備 哦 假日的話 可能 就看場合吧 就一樣 就這樣子 一樣差不多就五到十分鐘 就是 所以你的重點就是 看場合 我不是說我沒有制服 對 那落散呢 平常跟假日的話 我自己的話 平常的話 大概就是 早上 醒來以後 大概就花二十分鐘 可能上廁所 刷牙 穿衣服這樣子 然後 穿衣服的話 我可能就是 通常 我穿制服 或運動服 那裡面都還會大概 再選一件短袖 那短袖的話 基本上我也是 隨便穿一件 那 假日的話 那基本上 還是一樣 跟前面一樣 就是看場合 那基本上就是 以這個 可能舒適休閒為主 就是像 自己穿衣服 不會感到 可能不舒服 那我會認為說 會影響到你時間的問題 這個是個人的問題 今天如果 就算你穿制服的話 還是有人可以花一個小時 去選擇衣服 所以說我不認為 制服 會是一個影響時間 很重要的因素 應該是取決於個人 嗯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制服 反而會比較花時間 比如說 像我很多同學 我是不會啊 就是我以前很多同學 都會燙制服啊 或是幹嘛 就是要把制服 用得很 很挺 或是很漂亮 我們是擺摺裙 所以有些人 會燙擺摺裙 然後就其實 比較花時間 把外財 然後我覺得 去用 就是比如說 說一個高中生 嗯 沒有制服之後 就不知道怎麼穿衣服的話 這還蠻白癡的 就是 你怎麼可能不會穿衣服啊 你平常 還是有穿便服的時候啊 就是因為 我本身是個男生 所以 我可能穿衣服 就比較隨便 那 就是 就是可能 我們學校的女生 其實 我不敢斷言說 每個人大概 就是五分鐘以內 就可以解決 但是我覺得 就是去觀 可能去稍微觀察一下 其實大部分 每個人 每天穿的衣服 都 就是都差不多 那 就可以看到很多 重複的 同一季節 那我相信 就是 只要找到一種 自己 就把自己定型之後 就不會再需要 更多時間 來去煩惱這件事情 那就像是 很多事情一樣的 很多事情一樣 好 所以 就是大家都會 同意是 沒有制服 不會 不一定會花比較多時間吧 反而有制服 還會就是穿更久 像 我穿這件起衣 只要套上去就好 但是我如果穿 襯衫制服的話 我就還要扣扣子 扣好久 我每次都扣扣子遲到 因為我不太會扣扣子 我也扣子 要扣成三秒鐘 十秒鐘 然後就慢慢扣 這樣 所以我 每次穿制服都會遲到 然後穿 穿便服的話 就很快就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你穿什麼衣服 還有花多少時間 在準備出門 是要看你即將睡的場所 而不是說 我有制服 所以我就一定比較快 像是 可能出門玩的話 大家都會比較精心打扮 所以就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要上學的話 可能就每天都會見到那些人 喜歡 並不喜歡 所以就 不會花那麼多時間打扮 那再來 有一些反對方的立場是 他們覺得 沒有制服會造成階級差 那 我想要問一下三位同學 你們在翻唱觀察到的 比較 跟大團體 主流團體 哥哥 的 邊緣同學 他們性格是怎樣 跟衣服有關係嗎 我自己觀察來講 我覺得 我自己看起來是 我覺得跟衣服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 他們穿的衣服 就像我穿的衣服一樣 搞不好 我還穿得比他們更隨便一點 但是 我覺得 這種霸凌等等的問題 階級差異的問題 那絕對是 一直都存在 不會因為說 我們今天穿的制服 就可以 好像看起來沒有這些差異 沒有 就是這些都是一直存在 那 就算換成便服 那這些事情 不從根本去解決的話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 就是用處 對 我自己本身就跟班上或學校比較 格格不入 所以說 我很認同說 其實我今天穿的制服嘛 然後事實上 然後我也沒有跟其他同學 可能說 相處比較好 或者成為班上 比較重要 或大家比較喜歡的那一種人 那 我會覺得說制服 會造成階級差異 其實說 除非你是制服 除非你的制服 是說 從學校這樣 在不排服的條件下 你每個人發一套制服 然後規定每個人 什麼時候要穿 制服 或者運動服 這樣子才能完全的做到 說 這個在制服上面 可以消滅這個階級 不然你可能從平常用的 什麼手機啊 或者穿的鞋子 也可以比較出來的階級差異 然後制服的話 你真的說 可能在服裝這個方面 它會成為說 一個階級化 或者說 造成一個排擠同學的 一種手段 或者情況 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會排擠同學 大概是這樣子 我自己的觀察是因為 我們學校 就是 有些人是沒有錢 去外面訂做制服的 所以他們就會穿 學校醜醜的制服 就是 沒有改過的褲子啊 或什麼 所以也不能說制服 可以消滅一些階級差異 因為 其實有時候很明顯 你就看得出來 哪些人的制服 是訂做過的 哪些人的制服 就是買學校的 然後 就是 比較醜一點這樣 然後 就是 撇除制服以外 你的書包啊 或者是 那個 你的鞋子 或者是 手飾啊 手環 任何的 女生也會用什麼法式 什麼的 其實都看得出來 就是 也不能說 就是我們都穿一樣的制服 所以 就是沒有階級 這種東西 這不可能的 很多人會說 就是 你 國中 高中的時候 心智發展比較不成熟 所以 要給你制服 這樣大家就不會去排擠 那個 穿的不好看 可是 上了大學之後呢 怎麼辦 如果你一直 就是 像你就是一直有制服 然後 大家都 如反對者所說的 被保護著好好的 沒有階級 沒有階級歧視的話 那 上大學之後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應該不會因為你穿什麼 然後去 排擠一個人吧 我是沒有遇到這種事啊 只是會可能會嘲笑他說 你是穿學校的制服 但沒有嚴重到排 就可能只是 呃 就覺得他 他穿得很醜 或什麼的 上大學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還是 我覺得大學是一個比較開放的 就是你不管穿怎樣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意見 然後現在也有很多什麼制服日 或什麼的 就是懷念以前的 高中時代的一些 我的同學們就會辦一些制服日 這樣 就是大學是比較開放的 一個環境 所以就是說 大學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制服日 然後制服 就可以看得出名校 跟一些芭樂學校的差異 這樣是不是 有制服也造成了階級的歧視 這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那任寬你要補充什麼嗎 就是 我覺得 從 可能從國中 因為我是建物國中畢業的 那就是建物國中建物考中 那是同學校 一樣是沒有制服的 那我覺得 在中間的學習過程就是 慢慢去尋找 怎麼樣 學習怎麼樣穿衣服 就是 穿便服這件事情 是讓 讓一個人學習 他要怎麼去 算是社會化的一種過程吧 就是 到層上的大學 你還是要面對自己如何穿衣服 那 平常就讓你穿便服 就是讓你在練習說 你要怎麼樣去表現你這個人 那怎麼樣可以讓自己穿舒適 讓別人看起來也舒適 這樣子 那 就是之前也有聽一些大學畢業 就是建物畢業的學長節 然後就講說 那個 他們 上大學之後 反而不需要花 像其他人花更多時間 花很多時間在思考自己要穿什麼衣服 因為他們自己就已經 很熟悉 要怎麼去表現自己 或者是穿便服這樣子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可能穿制服的壞處 好處多於壞處 但是 其實像任寬他的學長或學姐 這樣子 從日常當中去學習到 未來該怎麼 就是社會化的過程 這樣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 我想問一下任寬你的學校會喔 嗯 因為大家都說 反對方會說 我穿便服的話 沒有制服 那我同學就會容易炫服 你們會嗎 呃 反正 我覺得 基本上 是應該不會 呃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畢竟大家看 穿的衣服的品牌 就會有所不同 那當然也不會說 就是大家真的 刻意去炫富這樣子 那 如果他要炫富的話 那也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就是他可能喜歡這樣穿 那就給他這樣穿 這 我覺得這不會是任何一種問題 那當然也有人說 可能大家就會想要 什麼強迫 想要像模仿那個人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還是不會啦 那炫富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不會是一個 保留制服的理由 對 那冒犯你們學校呢 那 大家都穿制服的話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炫富了 基本上還是 可能會跟 剛剛回答一樣 你 呃 沒有了 就算大家都穿著制服 那 你從其他的器物 你可能 從穿著鞋子 或者拿著手機 或什麼 可能今天我用Apple有沒有 然後其他人用這個HTC 或者用的不是旗艦機 然後 也是能比較出來 這個其中的差異 那 有些人可能會穿什麼 Jodan鞋 或者打球的時候 穿什麼 一些比較高 呃 名牌的衣服 那基本上這都是 呃 都會有人去做這個 可能所謂的炫富 那一樣炫富不能 呃 不能說因為會炫富 然後就要保留制服 那制服 也是可以做炫富的方法 就像剛剛可能說的 改制服之類 呃 呃 我以前的國中是讀一個天主教師 然後就是也是服役規定非常的嚴格 這連你的裙子的長度到哪裡都要規定 然後 連鞋子都要是統一一起買的 就是每個人都穿一模樣 但是這樣 我那時候國中在學校裡面發現 其實炫富的狀況還蠻嚴重的 就是 呃 我有些同學就是家裡比較 可能家境比較有錢吧 然後就是他用的包包都是很澎湃的 然後 在路上也會看到一些啊 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跟制服成不存在 並沒有直接關係 你會想炫富就是會炫富 不管你有沒有穿著制服 或是什麼 嗯 對 那我高一 我自己高一的時候也是 念天主教實地學教 然後管的超保守 連我 頭髮要綁多高 老師都會這樣手這樣摸 然後說 你這不夠高 要再高一點 HOT 然後 但是呢 我想炫富 還是可以炫富 因為我拿iPhone 然後我同學 他就拿可能 呃 可能比較便宜的手機 然後我還是可以這樣面前 就是 像我的馬尾高度跟你們一樣 裙子長度跟你們一樣 襪子長度跟你們一樣 顏色也一樣 但是老娘還是可以炫富 所以制服真的 所以制服真的不是一個 讓你沒有辦法炫富的原因 也不是一個保留制服的好理由 嗯 那再來 最重要 我覺得 呃 反對方最重要的一個論點 就是 校安的問題 我想要請問任寬 你們學校有沒有什麼 嗯 非常重大 然後 因為外校人是進入了發生的事情 呃 就我所知是沒有 不過以前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是在放學後 那 在籃球場 好像就是 一群國中生在打籃球 然後突然有 一個很大人吧 然後就開始去跟他們打籃球 然後就交流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送他們很多鞋子 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叫完聽到就超緊張的 然後就來跟大家講說 不要跟奇怪的人交流這樣子 不過我們學校是 就所知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有人 就這樣跑進來 怎樣之類的 就 對 你們學校 嗯 因為像 熊中的話 他們今天沒有穿制服的同學是 要出示學生這才能進小門 那你們學校是 呃 什麼 不是 熊中 熊中今天他們是服一制服 是示範嗎 聽他們講這種 對是示範日 那 嗯 因為有一些人說 老師不用穿制服 是因為警衛認得每個老師的臉 所以老師不用穿制服 但是 學生太多 然後 警衛認不出每個學生的臉 所以學生要穿制服 那 所以你們學校有警衛認得每個人的臉嗎 呃 當然 所以你們是出示學生是怎樣 沒有 像我們就自然的走進學校 我們不用輸出任何東西 就是 我覺得 一般 第一個就是 通常 不會有人也是想要 闖進學校來 那當然我們沒有制服 我們沒有制服 那我們看到奇怪的人 我們警覺心可能會 特別高 就是說 有奇怪的人 那這樣反而 制服看起來像是一種煙霧蛋 就是 有奇怪的人穿著制服進來 不會去多注意他一眼之類的 除非他是男生跑進女校 但是 對 那 就是 我覺得 校恩 校恩這部分的方面 就是 一樣是有制服跟沒制服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就是 我們學校學生看起來就是 學生 那 除了我有時候被認成老師之外 就是 基本上都是學生 那 就是 我覺得是 制服不會造成太大的詐欺啊 這樣還是沒有分 沒有分別 那校恩這種問題 一樣是交給 像是警衛啊 或是校恩 像是 現在是教官嘛 那可能其他 像是 國中國小 就是可能學務處的 身符組等等的 這些就是 政府跟學校 我們要好好合作 去 防止的事情 那 不會是有制服沒制服 就 可以說 輕易解決的 對 那茂燦呢 你們學校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比較嚴重跟校外人士有關的事情 我們學校的話 就我所知是 沒有說發生可能校外人士闖入校園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學校的話 平常是只有一個門可以進出 那麼進出的話 也都需要換證登記 並且穿上一個 這個 訪客才能穿的背心 所以說 基本上還是有一定的辨識度 那你基本上可能說 今天真的 你有一個人闖入 在這個上課時間闖入 他可能在校園中遊蕩 那基本上可能 學生也會發現說 怎麼有一個人 這個看起來是陌生男子 或陌生女子 這樣子就 可能在校園裡面遊蕩 那基本上還是可以 很簡單的就可以辨別出來 那 或者說 校園裡面有人遊蕩的話 那應該是 可能就像剛剛講 所以說 現在的這個 校園暗選的負責人就是教官 那 平常教官巡堂的時候 就應該會注意到說 這個 有人在上課時間走動 然後又看起來 不像是校內人設這樣子 那 其實 制服的話 真的是一個 可以說是煙霧當吧 對吧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之前休學 那麼他就是穿著制服 然後與上課時間 然後他也是 直接走進來 然後也是成功的這個 從警衛室走進來 然後也是成功的這個 所以我不認為說 有了制服以後 這個可能校園能力 就會比較強 這樣子 那我問你 你有遲到過吧 有遲到 那遲到的是 穿什麼衣服進去 遲到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穿制服進去 那有時候穿便服進去的話 也是可以 因為我們學校在這個警衛室 都會有一個登記的制度 你要寫上你的學號還有新聞這樣子 中山會有人跑進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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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聽過有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 就是女校還會有那種 就是會有一些人 打扮本來就比較中型 然後我們的制服跟 成功高中的制服其實長得超級像 所以我有聽說過有人穿著成功高中的制服 成功高中的制服 依然能安然無妙地走進我們學校 因為制服跟校外人士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學校幾乎每年都會有那種 校外人士謊稱是學姐的人 然後搭訕學妹說 能不能借她一套中山的制服 就是在網路上 就是問說能不能借她一套中山的制服 她很懷念以前在中山的時光什麼的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人是男生 然後她就是想要中山的制服之類的 就常常遇到這種事 就是教會廣播的時候都會有 主任啊教官講這些事 然後之前有一次是 就是 就我們學校有時候會有 就是從我們學校走到節目站的路上 會有一些 就是很喜歡中山制服的男性來 做一些騷擾的動作之類的 對 常常會有 那像這樣有騷擾行為 是不是 因為我前幾天有訪問中山 他們現在已經接近了 然後我有訪問他們 他們說 不用穿制服的話 讓他們的感覺更有隱私 更安全 那 那些男性如果看到不是中山的學生 還會騷擾嗎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有一次在公車上有遇過 就新眼看到 就是我 從一個車就是有學 就好像也是同屆的人 被騷擾 就是 我覺得 可能就是 你穿的制服 要讓他們目標更明顯吧 就是你就穿著擺著裙 就是高中女生 所以就是制服後很可怕 大家要小心制服後 不是 不是這不是結論 那我想要問 你應該有遲到過吧 遲到是怎麼進入校門 是你穿著制服 然後就直接進去 我高三的時候 其實我每天都遲到 就是 睡太晚了 高三又讀書 然後 因為我們是 早上會有教官跟糾察在 在那個校門口 然後只要一打鐘就是 45門 他們就走了 所以 你遲到的話 你就隨便穿都沒關係 只要等我遇到 教官就好 所以 這就可以表現出 其實制服也不是真的 那麼能維持校園的安全 因為 過可能過了那個時間之後 學校 沒有啦 我們是用刷學生證 就是知道要刷學生證 那你就可以隨便穿 喔可以隨便穿 那 可是其他學校 不一定有要刷學生證 所以 你穿制服 然後進去 大家都會覺得 你是學生 然後就不會特別防範 讓人還說 那只是一個延誤誕 當然 這也有可能是幾率問題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嗯 好 我來我來 我可以幫我換位子 因為 對 手要一直動 因為 他不然待會兒不見 好 大家是 對 大家是覺得 奇怪為什麼我移住在旁邊 我是福利自由學生證縣的總召 我叫蕭竹鈞 高中高中高三的學生 因為他剛剛問題問完了 現在換我來問 然後 然後 嗯 就是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說 剛剛底下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張女校民還是其他學校有問到說 就是 想要穿短褲或是修改服 規定的時候 會 會就是已經進行好多年都是在跟校方做要求或是溝通 那我這邊就是想到說 就是 建工高中 因為我們會常常聽到有人說 傻孩子 你們現在做這些 你到大學後就還念制服了 建工根本沒有制服 你們有沒有人想跟校方去就是要求制服 那等一下我想一次問完 因為我想就是做一個就是說 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冒散你們 就是冒散他們學校跟我們張宗比較差不多 就是 只要是校服都OK是這樣嗎 對 那你們有沒有人去再跟要求說 想要更放寬 然後還有就是 中三女中一直都有 所以想 就是 請你回想一下 就是過去三年你們的狀況 因為 我想要問到這個就是說 因為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教育部的那個 科長就是有說 他認為服役自由的規範 必須是回到校園民族解決的 但 不管是從中女中北英女 或是張女 或是小女 或是小女 我們有非常多的學校 都有做過所謂的 體制那個校方要求 或是討論這個動作 但為什麼都沒有辦法發生 然後我想要就是說 看 這三位講者 就是 他們在自己學校的經驗 有沒有認為這個是可能性的 還有我們三個問題 怎樣 我想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可能 學校認同等等的問題 就是 可能 對 那 建功 基本上我覺得 以現實上來講 因為我從創校以來就是沒有制服 那最近十幾年了 就是 我覺得建功的特色就是沒有制服 所以 我不覺得學長姐們會想要什麼 建功有個制服啊 或者是來讓他們懷念 這感覺聽起來非常的奇怪 對 就對於學校的認同 應該是 就是 發自內心的 那 你喜愛這個學校 那 你就會一直喜愛下去 你不會因為有什麼制服 就是 這個制服不一定代表你 你在學校認同與喜愛或留戀等等的 那 我們建功 每一年都會設計新的校青紀念T恤 那 那些T恤也都設計得很好看 就五顏六色 或者是說 就突然很酷之類的 那 就是 有時候也會穿著這些衣服 就是 不一定說是要那種襯衫式的制服 就只要 可能是某種 標誌性的 或是紀念性的東西 其實 大家就蠻喜愛的 這樣子 對 那就是 其實大部分學校的學生會知道 校務會議都是因為服役的規定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們學校建功 就是 有沒有在其他校內議題上面 會是需要 碰到校務會議 還有學生與校方 雙方的溝通的關係 可以自分講一下 基本上 我覺得 建功現在的情況有點像是 就是 現在大家都 幾乎每個學校都在吵服役規定 我們就是 就是 摸不著頭緒 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基本上 跟我們 算是沒什麼關係 那 建功在討論 學校事務 公共事務上面 其實就是一直 因為基本上 從上面來就是 校方就給予學生很多自主性的空間 還有 老師跟學生也都是 基本上是互相尊重的 但是 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有時候 學生就是 對於這些事情也是 摸不著頭緒 那 通常就是 還是偏少數人 會去慣性 說學校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像是 基本上 服役規定等等的 那 我覺得這就是 慢慢 努力的目標 讓所有學生開始 對自己 參與的公共事務 還有 學校事務 能夠真正建立起說 有學生 老師跟校方 建立起了一個 完整的學校 這樣 互相尊重 所以就是 一個努力的目標 所以 其實在建工裡面 是 師生雙方 是有辦法 就是從互相尊重 再去做溝通討論 對 了解 那茂山 我們學校在過去 曾經有爭取過 這個 背包的 這個 自由的開放 那基本上就是 從 有學校的側背包 然後可能說 可以開放說 這個 校慶的紀念書包 也可以背 那麼一開始的話 學校對於這個 也是蠻祝鬧的 就 認為說 可能背這個學校的 側背背包就好 那其實說 這也是沒意義的 就是說 你背學校的側背背包 基本上你的總量 不一定比較大 然後也不能裝 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如果說 你要來辨別的話 那你去 學校已經有規定說 穿制服或者體育服 才能進學校 你沒有必要再去 強迫學生去 背這個學校的背包 那雖然說 最後是有同意說 可以 背這個紀念書包 但是 我個人認為說 還可以再放鬆到說 背自己的包包就可以 因為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適合背 可能說 那種紀念書包 或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背起來比較不舒服這樣子 那談到這個 校務會議的問題 那我們學校的產生方式 基本上 算是一個 這個 程序還有法條上面都比較缺乏 那是有這個班聯會 然後 正副主席兩個人 加上四個代表 那這四個代表的產生 基本上也是 可能算是學校 要選出來內定的人 那 尤其說 基本上班聯會 又不是這麼 以學生權益 為導向一個團體 那又去碰觸 關於學權方面這一塊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議題 可能不是很熟悉 很生疏的情況下 你可能沒辦法 做出這麼 充分的理由去說服說 開放一個服役自由 或者說 背包自由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講到說 可能 穿制服 會有一些 認同感的問題 那就像剛剛講的 認同感不一定要建立在一個 就是說制服上面 那基本上 可能你發行一個紀念的衣服 可能會比制服 需要更大的歡迎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中山女中是 過去 就是 每年都會吵的 就是小藍褲跟鞋襪 然後 但是就是 每年的班在大會上 都會提出來 然後就會 轉到服役委員會 然後 但是每次都不會過 因為 學生代表的人數太少了 然後 再加上 就是 老師人們本來就比較多啊 然後 這種投票的人都會投 都投書 小房 加上 就是 我覺得 有時候 學生代表的 產生方式 也蠻奇怪的 就是 但中山是比較沒有的問題 我有聽過別小的 就是我們學校的服役委員會 去年是 就是每個班 就是我們的服役委員會跟班代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人 是自己選 自己選出來 然後 然後 都經過選舉出來的代表 所以 基本上 代表性應該是相較 就是其他產生方式都會比較高 這樣 但是因為我覺得人數還是不夠 因為 不管怎麼樣 你校方都占多數 然後 而且我們的 會議很奇怪 就是校長是主席 但是主席可以投票 然後 主席在投票前 就會 帶風向 就會告訴你說 唉唷 就是 寫 我聽學妹講 就是 去年頭 那個 襪子開放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說 長襪這樣穿彩色的很奇怪耶 什麼 還是我們 我們以後就不抓 不抓懷襪了 他就說好 不然這樣我們投票結果出來 就不抓懷襪 就不管有沒有過 我們都不抓 不抓懷襪好了 結果投票就沒有過 然後 最後 校長就要跟教官說 那以後就不要抓懷襪了 但是後來 就是 尤老師就說 可是這樣你們是更改提案耶 這樣是不符合程序的 所以之後 又還是有抓懷襪 就是他們會在那個 投票前面先帶風向 讓這個 這個提案不會過這樣 就是 就是 耍一些不太好的招 這樣 就是 我會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就是這一次大家都會注意到 是 那一個法規的第21條他多增加了 學校不得在於 學生服役 學生服裝儀容為友 來做處罰 但他其實前面還有講到就是說 但是其實在十幾年前就修訂好了 就是 校方 家長方與學生方做良好的溝通 然後以公體會 或是增進校園民主化的形式溝通 討論出 制定服役的規範 所以才會造成 我們一直在 不管是中山旅中 還是在北英旅 還是在台中旅中 都會聽到的 服役樂舞會 但是這東西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教育部想要把這個東西 就希望學生服役 是由這個東西決定 但我們在這幾年 張旅其實這三年來都有說要做連署 然後想要開放那個運動服 其實那時候我有幫參與協助 然後 中旅中跟北英旅這兩次的 其實我有幫忙協助 但我們可以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說 中旅中已經持續十年了 他們為了爭取運動短褲持續了十年 為什麼今年會過 我們這個校務會裡面 在之前還要通過一個 叫做服役委員會的東西 校方說 因為法規規定要民主 所以我們要是一個委員會 來代表各方的意見來討論 那很奇怪的是 中旅中今年突然搞一個抗議 服役委員會就過了 前面九年都沒過 前面九年民調都顯示八九成 覺得要開放短褲 然後就這樣過了一個 北英女的也過了 然後又都沒有過 中山旅中沒有過 這是一個當時還蠻神奇的地方 然後彰化女中好像是完全沒有 動靜 然後到了校務會議 我不知道 台中女中是不是 就是校方已經會怕學生 再來一次 我想像校會會是怎樣 校務會議就是所有參與的人來投個票 然後剛剛三個同學都有講到 就是校務會也會有 學生代表 這學生代表通常都是各位所 那校方代表呢 一百多個 對 所以北英女才會最後是一百多筆務實 然後駁回這一項提案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是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服役這樣的爭議 是交由你所謂的民主化的機制來做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民主化的機制 它根本是沒有用的 如果真的有用的話 我們今天就不會在各地 不管是第一志願的男女校 還是一般的學校 還是私立學校 會有這麼多同學 對他們的服裝英龍規定不滿 感到不變 但卻沒有任何的改變 對 好 然後現在幾點 8點20 我們還有40分鐘 不然 我們現在開始開發問題後了 就是40分鐘可以讓大家問比較多這樣 好 那有人要提問嗎 我想問問題就是 因為我基本上我的立場是 我贊成就是如果我們是校服 像我們學校的運動服都不能穿競速校服 我是覺得說 只要學校的衣服都可以 然後不用管我們的襪子穿幾公分 我們怎麼樣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便服我存疑 然後剛剛就是有提到那個階級問題 嗯 就是 主持人表示說 就是 還有其他同學也是 就是說 嗯 你穿字不代表沒這位你存在 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我國中是讀很普通的 社區國中公立的 然後 然後就是那時候 我們班的風氣就是呢 我們班超重上愛滴大陸 我不知道他們喜歡那個是怎麼樣 然後 他們就是 全班 至少每個人都要有漁床這樣的鞋子 然後 然後都要穿這樣的外套來學校 就我們學校也是一定要運動服外套 然後裡面才能穿自己的外套 可是 就因為我們家的經濟是 我們家經濟是比一般人好 可是我們家都拿來 我們家不會care穿什麼 然後那時候 嗯 就是剛剛是說 就是那些所謂的邊緣人 看他們的個性 簡單來說 我在高中 應該是說 我不能說我是零負品的人 可是我能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打得很好 那代表我個性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是我國中的時候 我都是穿那種路邊攤的鞋子 然後我就變成邊緣人了啊 然後 所以我覺得你們不是講說 就是 穿制服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是 穿便服會不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呢 就是 也不僅是個人品味 可是就是 我就是不喜歡穿潮牌啊 我就是喜歡 就是買 我去泰國灣 我就買上面一些 I love Thailand的這種 這種衣服 可是就有人會覺得我很習慣 還有我為什麼只穿T恤跟牛仔褲出門呢 就是 人家會覺得你是異類 當然我現在的學校是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 每天學校校風不一樣 而且 在你進這間學校之前 你通常不會知道他校風是怎麼樣 你也無法選擇 就是 你以為是這樣 但你會發現是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 就 另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 制服有一種階級問題 你上大學之後 就是 制服是穿什麼制服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 哎唷你也錢是什麼 可是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這種問題 像如果你是台大的 你今天你是建中畢業 或者你是入港高中畢業 你都考上台大啦 你都很屌啊 那這樣子 Who care 然後 或者假裝講一些 比較不怎麼樣的大學 假設我舉例世新大學 如果你今天你是北一 你去讀世新喔 欸這裡會有私心 我只是舉例 我真的只是舉例 我真的超級只是舉例 只是分數沒那麼高 好你今天 你是世新的 我沒有世新大學 然後你也 看兩位喔 我沒有世新大學 可是我講哪間大學 都有人答我啊 好啦 那你是 好那你是一間分數 比較沒那麼高的大學 然後你今天你是北一女的 因為等一下我想講一下 這不是重點 我講哪間學校不是重點 可以嗎 然後就是 如果你是北一女的 或者你是隨便一間 假設 我可以欺負高中好了 然後如果 就是你在同一間學校 因為我知道學校 沒有幾間啊 就是你現在你大學 是哪間學校 好如果 你讀一間 糊糊通通的大學 那你如果 你就算是高中名校 怎麼樣人家 看到你算北一女就覺得 哎呦你怎麼這麼 有什麼了不起啊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自己的 努力 也不能說什麼 制服造成的階級問題 之類的 對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這個 然後 另一個部分是關於運動服 就是 建築上我們那個 我想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年圓遊會 我們沒有補價 所以算是 因為我們高三 不要賣東西 所以 等於是說 我們沒事就不用去學校 想逛也可以去學校 然後 因為我要考資考 然後我跟我同學 就在試圖讀書 然後中午就去吃午餐 去學校吃午餐 然後我們三個都穿便服 然後我們就進去 就進去然後買完 吃完 吃了一輪出來 沒事 可是晚上在臉書上面 看到就是有同學 就同樣也是就是 可是他們只是穿著便服上衣 跟運動服褲子 然後就是進校門 然後就被寄了 就是明明我們穿著便服的褲子 可能有人穿用什麼迷你褲啊 比這種運動服褲子還高 沒人寄我們 然後憑什麼 我們 有人穿運動服 然後就被寄了 而且 我們要到 就是那個已經到 可以消愛笑的期限 贏過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愛笑在那邊 卡到那邊 然後B.A.一起帶走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心中 我想要廢的福音是說 就學校的範圍裡面 你不要限制我們穿什麼 就這樣 謝謝 你要說大學的社群 就是 比如說 我是中山女中的 所以我在我們學 我讀的是長庚大學 就是也不是什麼特別頂尖的大學 但其實在學校裡面 可以非常的看得很清楚 就是 關於各個制服日 就是 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啊 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並不只是就是 你是北英女 你還是跟我考到同一間系啊 同一個系 同一個大學 這樣那麼簡單的事 很多時候是 就是 並不會因為你是北英女 然後你只考到長庚大學 你就不會有這個制服日 你就不會以北英女為 你就不會在制服日 不穿北英女的衣服 這樣 我沒有看過這種現象 就是他們 就是大家還是會 因為你 你畢竟 你是什麼學校的 你章女畢業的嗎 你還是你之後 上了大學之後 你還是會以章女為奧 所以你 假設 我是假設而已 然後所以你 制服日的時候 你還是會穿制服啊 那是你的高中的一段回憶 你並不會因為說 我上了大學之後 可能考比較爛 所以我就不穿這樣 並不會 然後 加上那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制服是一個 有點類似一個 標誌吧 就我以前曾經 就是我 我考上北英女啊 我有一定的 就是 而且大家看到你 呃 有一點是 比如說名校光環 就是北 我們學校啊 就是 可能北英女會跟 松山啊 中山啊 景美的特別好 那群特別好 就是我們是名校的 這樣 有時候會是這樣 就並不是 就是 嗯 並不是關於就是 我大學 考上私立大學 所以 就是 大家會嘲笑他 其實也沒有 沒有這種事 就是 所以 可是 你高中你不是名校 也不會怎麼樣啊 那這樣的制服 為什麼會這樣很接近 問 呃 呃 剛剛 我跟妳 我跟妳是三上三下嘛 對 然後我們隔壁的學校 跟我們離 離我們好遠的那一間高職 就是 對 就是他們有夜間部嘛 然後我們 附近還一間 上一間 分數其實跟我們兩間學校 落差蠻搭的 對 然後我們再講講一件事情 所謂的制服的階級 我們今天 嗯 不要從彰化來看 因為彰化其實還蠻小的 我們放到台中 或是台北人來看 補習的時候非常明顯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呃 我一張話舉例好了 今天 我 一個夜校生 走在路上 他帶著的是 舉例 然後我今天穿著 張宗褲 像我剛一進來 你們就知道我是張宗的 然後你們倆 你們穿著張女的衣服 所以 投影的眼光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還有我們可以再回到 就是台北 其實 中三女中應該就有 他們就有 建宗生 走在路上 是什麼狀況 跟校內是什麼狀況 你可以講一下嗎 沒有啦 就是補習的時候非常明顯 就是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學校 你穿什麼制服 然後 通常 幾間比較明星的高中 都會 連衣什麼都找一些 就是差不多等級的這樣 所以 我覺得階級是 蠻 是這個 還蠻明顯 可能是我在台北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可是問題是你們 就算是沒有穿 沒有制服 是你們還是會有階級啊 階級特別明顯 因為你補習的時候 一定是穿著制服 我有說大學 大學 剛剛你們探討的是大學 我可以回答一下 第一個是有關 貧富殺學的問題 就我覺得 像你剛剛講的 大家都在穿 Hadidas之類的品牌 那 我覺得 這會是一種問題 沒錯 但是我覺得就是 大家在學習如何 融入一個群體 或者是 怎麼樣 學習如何 就是 社會化等等 就是 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那 今天制服就 這樣說法就很像是說 今天我覺得你們學不好 所以我要剝奪你們學習的經驗 有機會 那我們就這樣乖乖帶走 但是我覺得 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應該就是 透過親身經歷去學習說 我到底要不要追隨著潮流 就是大家看名冊 我要不要一直跟著開啊 等等的 那這可能會是 我們資本主義的陰謀之類的 不管 反正就是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關說 大學制服日 那 大家 可能 看到你是從北英女來 就讀這間大學 那大家就用 比你的眼光看著你 這一樣會是一種 台灣社會 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這一樣是需要改變的 那 就是一種名校思維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在爭論這件問題上面 不太會有進展 是因為說 這就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問題 那 這價值觀應該要從根本上去改變 那 這個制服對這件事情上面 完全 就是沒有任何解決的問題 那 最好的方法就是 直接講說 那我們就不要這什麼 什麼 什麼制服日啊 還有什麼制服舞會之類的 就是 這就是 我覺得這東西存在某種程度上 就是一種名校思維 那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制服就是代表自己 可能學校的榮譽等等的 但是 這樣是我覺得可以去改變的 那 可以也是說 不用太去爭論這種問題 那 最後就是說 我覺得 像你剛剛講的沒錯 就是 就是 第一步 現在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從 服衣鬆綁開始 就是 我可以選擇 可能在不廢除 先不廢除 制服的情況下 我選擇 我要穿什麼 那學校 希望學校可以慢慢去開放 接受說 大家有 選擇服衣的自主性 那 可能到最後大家覺得 真的發現 欸 制服跟便服好像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或是穿便服更 更舒服更方便 那 到時候我們再談說 大力巴真的完全廢除制服 這樣子 那 我覺得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這樣子 謝謝 其實我要想要 請就是 各位反思另外一個問題說 就是 我們大家對於我們教育的想像 因為他剛剛就是 問到說 大家都穿AD搭 然後他沒穿AD搭的時候 他可能會被受到排擠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的教育 到底是希望教育給學生說 所有的人統一一樣的規範 還是 讓我們學會去尊重差異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就是 我先不講名校階級 我就先講資本的階級好了 我們的教育到底要教大家的是 把那些東西無視掉 還是教大家如何去不要以金錢 去衡量一個人 對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是 就是在所謂就是我們在服役上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思 對 那 你還有問題嗎 還是可以 就是讓大家其他的問題 好 馬功你可以幫我拿嗎 可以機密去廁所 可以機密去廁所 我想就是先跟前面那個章女人講說 其實我舉一個 我知道我先回答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你知道馬克思在共產黨訓練裡面 有講到說你把資本階 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階級的差異 那你今天把這個階級貌似的傳除掉 但是你制服就 就突然也就產生一個農宵階級 而且是 你不是嘴巴說我是章女的喔 你是 穿著說 就直接說 我就是章女的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 然後 呃 北章話跟南章話 我其實從章話也看很多 北章話好像章中章女 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你南章話 這種鄉下 比較鄉下的地方 你會發現 其實你章中章女 那一傳出去就是非常的明顯 你走去 所以人家看你的意思 說喔 你章中章年成績 天桃則 就很親愛你 然後有時候吃飯 還會把你多加一口菜 對 就是我做那個 那個鐵中 那個小漿 這有時候會非常明顯 還會遇到差異大語 然後呢 我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章中 學長你應該有看到 就其實一邊那個時髦 就有一種 現在突然就這個問題 就是主任跟教會在啼啼啼 說 啊你們如果說 你好像護理治療 啊要怎麼樣的去安全 就要維護校園安全 然後現在雙媽 就開始有一個護啼啼啼 雖然說討論會 還是會 只是啼啼啼 還是會有一種狀態 就是說 大人就不知道怎麼做 就把事情都脫離小孩子 就覺得說 小孩子好像 你們要知道什麼 啊你們要提示 你們自己的想法 不能說我要知道什麼 那問題是說 這是你們當然要解決 為什麼這個不能不下來 那 如果在這一點方面的話 我想問一下前面的 就是會說 你們一到這種上面 你們有什麼樣的事件 對 因為現在 炒罪說 反而 到時候是一個安全 校園案出門 會 會 嗯 就這樣 謝謝 他也確定 我們差一點點 其實我們就不認識 呃 校方其實提起的這件事情 就是在幾乎每間學校都會發生 然後我想要就是說 呃 關於服役的爭議其實 我那天有看直播 其實還不錯 有很多人會把那些爭議點 把他爹出來 然後就是說 去做討論 那你說校安的問題 被學校拿出來踢皮球 我覺得這個必須講就是說 校園安全 不該只是學生或是校房單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中山女中 還是台南二中 還是雄中 現在就是他們開放制服以後 就是需要拿學生證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學生對於校園安全上面的付出 這是可行的 那還有就是 如果 因為這樣 再擔心校園安全的話 那些在喊教官會保護我的人 他們跑去拿了 請問教官到底什麼時候要來保護我 為什麼沒有制服 教官就不能保護我了 還有 張中有警衛還有保全 而且警衛還很多個 呃 對 那其實 當然是制度面上面來看啦 那如果你說 要回歸到現實面來看的話 現在這台題叫 校園的張中校方會不會太晚了一點 在過去三年來 你從來沒有擔心過校園啦 他只擔心學生會不會爬向跑出去 根本不會擔心有沒有人從外面爬出來 我們可以請問張女的 你們來張中幾次過 其實這個答案會非常明顯 非常多事情 學校根本也不會管 所以現在 如果校方在意以前你們根本不在意的 那些問題來為難學生的話 那我必須質問的是 我們的校園到底什麼時候 有辦法給學生學習 而不是 一直要符合校方的意思 才能構成這個校園 這樣 這樣學弟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OK 其實我覺得制服這個議題 可以用兩種 兩種一個問題去解決 就學校到底是管教學生 還是去教育學生 就是學校是一個大家學習的 大家學習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可以就把它營造成一個很舒適很和平 大家學習好像 可能我就穿棉T恤在學校很涼很涼快之類的 這個學習效果難道會比穿制服的人差嗎 不一定 就是學校應該是營造出一個很祥和 那老師學生互相尊重一個和平的教育環境 但是 現在學校不是 他們好像強調說制服就是一個 你一定要承擔的痛 或者是 你一定要受到這個限制 那 這樣你才可以真正成為一個 一個大人等等 我覺得不是這樣 學校不應該是管教學生的地方 而是一個教育學生的地方 對 那還有下一個 好 就是我想要 就是整對剛才的 就是對教育這一塊 就是 還有 自己對這議題的一些 就是 問題做出一些辦法 那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現在 呃 我不確定其他國家的教育出路了 但是 但是我認為台灣教育它是 呃 它是 幾乎是等於說是強迫把 把每個學生的形狀剪成一模一樣 對 我認為 我認為 教育應該是 呃 比如說 學校教育 學校是 一個 強迫社會化的地方 那 但是 但是每個人 除了社會之後 他還是有 自己的差異性 呃 就是 學校教出來的生物 他到底是 要去 符合大家的期望 還是 還是走出自己的路 像是 呃 比如說 賈國斯等等等等 這些成功的名人 他們 難道就是 那些被 剪成一模一樣的人嗎 對 那我覺得 他還有歧視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我認為歧視這個東西 他是 他是自古以來都會有歧視 就是階級上面的問題 那 呃 為什麼會有歧視 當然這個 問題 層面涉及到很高 但是 但就 現在這個議題來講 然後我覺得 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但是 學校教育只有教育你是 要什麼 寫功課 考試 考試 對 我覺得 教育是最根本的 那 至於為什麼 會有歧視上的問題 而且 那麼嚴重 我覺得是 現在教育缺少來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 point 啊然後 然後還有 那我剛剛 聽到現在 我覺得就是 有些人會 就是 聽到剛剛說 什麼就是 愛迪達 這樣 那 像我自己 穿衣的選擇 上的話 因為 自己 自己有自己 就是表演的需求 那 我以前在 比如說 表演模式的時候 我可能穿的是西裝 然後 然後 我現在 樂團主張的話 我現在可能就 穿比較街頭一點 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是在 呃 穿西裝 看起來是比較是 高高階級的人 那也可以是 看起來比較 比較多的東西 就是 其實這 我認為 一個人的魅力 或是一個人 他的表現 才 就是 是取決於自己 的態度 就是 一個人如果 今天身上 全部都掛著 潮牌的 的 LOGO的話 我覺得 就算你不會搭配 我覺得你還是 妥適 就是 就不是說 把錢塞在身上 就是很厲害這樣 所以 就是 一切看法 謝謝 對 好 那 有 有其他要問 題吧 我等下講兩三句話 就破一次 好 我想要請問一個 比較少聽到的問題 就是 我剛剛對談 就是帶跟大家對話的過程中 我沒有聽到 你對 任何 有溝通上的過程 或者是 對制服上的想法 你們好像就是針對 制服這件事情 是狂大 然後你們有提到說 你們怎麼跟學校做溝通 或者是怎麼建立這管道的過程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對很多私校 像是我們學校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 你們都站在 同樣是 前面的學校的那種角度 在思考這個問題 你們要想到 後段學校的 校園狀況還是什麼的 你們之後一直想說 喔 制服那會有什麼品複雜 或是 在私藝學校 你們有沒有處在屏幕差 嗯 對啊 其實 就像你們 對 你們 謝謝 對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們一直在前端 你們沒有想到後段的事情 你們才是階級 你們就是階級 我 我在講一個切身之道 你們就是中產階級 我在講一個切身之道 雖然是切身之道 雖然是切身之道 是 我們沒有自己穿了 像沒辦法做更多音樂 來超越學術 然後又買了他們的衣服 穿在街上 你們就知道一個新的制服 因為你們看到 想說我沒有穿那個團的衣服 我只穿一件素體服 很在旁邊 然後你們選一件重創 成都精狀 我跟自己e-day 你都會想 你們要思考到這個頂 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跟我做回應 因為你們學校經過很多的 對學校的溝通 我甚至沒有經歷用這一塊 我想請你們 有一點教會 有一點 我可以先擦走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你要有什麼回應 好 就是 中大老師 沒有什麼 那種 可以跟校方溝通的那個 空間 因為我以前 就是也是 國中也是讀私立學校 然後原本有曾經打算要直升 但是後來沒有直升成功 然後也知道 就是後來的同學們之後 服役的規定就很誇張 但他們也沒有什麼 可以改善 就是可以跟校方 他們也沒有什麼就是 也沒有什麼權力 可以跟校方做一些溝通表達 什麼的 我不知道就是 因為我知道有些學校會做做樣子 用一些班代大會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管道 但其實也沒什麼用 就是 就是我覺得私立的高中 在這方面是非常的困難 然後因為我就是比較會 高中的時候比較會考試一點 所以我就考當前三支人 所以我們 雖然也是有個做做樣子的班代大會 但是我們學校還是會就是 讓我們進入一個委員會 然後雖然就不會過 但是還是會給我們一個就是管道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私立學校怎麼做 才會比較好 所以我只能講說 我們共 就是我的學校的經驗這樣 就是 我們是就是 每年的班代大會都會提出各種 就是對於服役的看法 然後這些全部都會進到服役委員會 然後他們學校就會讓我們有幾個學生代表 讓進去一起投票 但是永遠都不會過 因為學校的人都會比較多這樣 我們是這樣 但是 其實學校都知道我們的 都知道我們想要改什麼 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 但他們並沒有想要改變的意願 一直到就是 這次這個命 就是那個教育部 這次那個命令下來之後才 就是他們才突然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說 哦好我們就都開放吧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朋友一直講 可能是因為財英文 我猜啦 我稍微講 就是我 就是建工也是前三次的 所以其實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那種公立學校 然後或者是國立學校 那 對於私校對我們來說 其實算是 我們看起來真的是一個 非常困難去推動的一件事情 那 我覺得私校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還是要靠政府的力量 就是 你他上面 他上面說什麼 他基本上還是要 聽從的嘛 那可能用各種方式 可能施壓這一間學校等等的 那 這個部分 就是 需要等待 就像現在其實我覺得 政府也沒有 就是像現在剛上任 他也沒有那個 膽識直接把福於規定整個跟你說送吧 他是留了一項愛笑服務等等的 但是 我覺得這就是時間問題 就是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開放 那 一樣 就像 我們就這樣 繼續這樣去可能 舉辦這種活動 或是跟政府施壓 跟學校施壓 那一間一間學校 慢慢的開花成果 就是他們可能鬆綁服的規定 甚至廢除制服之後 私下午就是比較困難 麻煩一點 就是 他會需要更多 就是他需要很多時間 跟耐心去等待這件事情 那個 發芽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 可能說階級有點過啦 但是 還是 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 就是 加油這樣子 對 那個 抱歉我那個 我先講一下那個 我先補充一下剛剛那一點 就是關於校門安全的問題 那我自己是 就是 可能結合前面幾位的回答 還有我自己的一些意見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患證的制度 或者說學生證的制度 像出校門 這個檢視學生證 然後你 這個 校外人士 可能有公司要進入的時候 你要進行一個換證件的制度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要校園的巡邏 那校園裡面 基本上現在有警衛 還有可能 教官 聖輔族 那麼都可以做一個定時的巡邏 那 基本上 嗯 你平常上課時間的話 那 也不會有這個 一般可能 除了老師以外 也沒有人在這個 校內走動 那基本上可以很容易的辨別出 你是不是校外人士 你是不是 可能是入勤進來的 那 在這一點的話 也可能可以建立一個 通報機制 那 不管學生 那學生這邊當然要 要落實這個通報機制的這個 教育 他們要加強說 讓學生知道說 如果遇到 這個校外人士的情侶 要有什麼樣的 應對方法 那這是我的 一些看法 那 另外剛才有位同學提到這個 那個 關於 可能說 教育幫他們塑造成什麼 形狀 那 我 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現在 我們 教育上面 缺乏的是一個 對於 公民素養的教育 那我這邊指的公民 不是 我們學科上面的公民 學政治經濟 法律的那些公民 可能 一個公民素養 我認為說 他可能要對許多議題 就像我們 可能討論這個 一個支付 討論這個福利自由的問題 或者說 討論一些 社會問題 像說反對實行的問題 甚至 一些政治化的問題 像是統督的問題 像這些應該藉由思辨 藉由討論 而不是被一些 僵化的條例去 學習它 我認為說 藉由一些討論 思辨 甚至說 一個辯論的過程中 才能可能 辯論出一個 社會上 共同的結果 那剛剛 有同學 談到這個階級的問題 那 階級的問題 我一樣認為 可能比較偏向的是 價值觀上面的問題 一個 可能在任何地方 你都會有一個 形成一個價值觀 就像台灣 可能會形成說 你今天考上建宗 你就是 比較高等的人 那可能考上比較 分數相對後面的學校 那你基本上可能就 比較被看不起 也有可能說 像親一朋友示範的時候 那 你這個後面的學校 你就 很棒 就不會講出來 或是說別問出來的時候 你會可能遲回答這樣子 那我認為說 這是一個 價值觀的形成 那要怎麼打破 那是從 可能每個人 每個人去 互相的慢慢影響 才能去打破一個 價值的影響 那 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私校 對於推動服役的部分 會受到很多的阻撓 可能是不管校方 或者說家長 甚至說 學生本身也有可能 支持這個規定 然後也會受到阻撓 那其實 我認為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 私校的話就是可能 或者說一般學校 受到阻撓 那可以 有興趣 有興趣 或者說認同說 要開放服役自由規定的學生 要 可能要先聚在一起 要先領續出一個共識 就是 了解 然後比小方對談 對 那 基本上可能這個方面 比較不行 那 我認為說 你可以 可能說 可能說 好 那我認為說 另一個就是 可以來 跟我們討論看看 那我們也可以幫助你 這樣子 我們有那個 服役自由的學生 對 對 對 歡迎我要來回答你問題啦 就是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不管是張女 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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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女忠 北一女的服役 就是在這幾部的抗爭中 我都 或多或少都參與在其中 我必須先跟你講 你剛剛你有先問到 就是所謂跟校方對談的方式 我再跟你講 為什麼 如果你有關注我的粉絲專員 會發現我瘋狂的在打教育部 這個部分的原因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從高一 欸高一 對 差不多高一升高二的時候 有張女的來問我說 如果校尼要打服役該怎麼辦 到 我自己高二跟學校打交道 我從高二開始 就沒有穿過校服 所以我到現在 被校記了三支打過 沒辦法畢業 我到現在就穿著校服 變不進去學校 然後 一直到 我們看到 忠女忠 就是 策劃了一場 那麼大的行動 才有可能成功後 然後 剛剛另外一位 我們組織的成員 他是經常高中 開始思想 問題就出來這邊 就是 你不管是公立學校 還是私立學校 在我們現在的環境下 學生 不管你是理性的 非理性的 你是想溝通的 還是抗爭型的 學校都不會願意理財你 所以我在 我自己本身也是 反課綱運動的發起人 所以我希望 我如果高中生 有一群 有行動力 有能力的人 有辦法來對教育政策 做出撼動的話 我希望是可以直接 從教育部執行 這樣的話 不管公立還是私立 我們就可以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也是我為什麼 成立這個組織的原因 所以你今天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剛剛沒有提到體制 或是 如何去跟校方做工作的原因 我必須很誠實地告訴你 因為我認為那沒有用 因為我 我嘗試了三年 我嘗試了三年 我嘗試到 我是第一位 應該是全台學生 高中生 學生自治史上 第一位被罷免的學生議長 就是 對 就是 你現在 當然如果你現在 我覺得你現在 你剛剛說你在做點數對不對 非常棒 真的 如果你想做出任何改變 必須從你自己開始去做行動 去實踐開始 剛剛他講的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 我們也願意提供協助 但如果你剛剛前面說 為什麼我們就是第一志願 來看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本身就是 當然我也不否認 但 我自己想法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如果教育我們 能直接改變的話 是 有辦法也順便 不用需要那麼多的學生 不用需要你們學校 也跟中女中一樣 那麼多人在校操場上 搞一場抗議 那非常的累 也非常的莫名其妙 對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然後還有你說 雪肉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回到 大家說 制服是一個認同的問題 我今天穿著 血肉的衣服在身上 我覺得大家應該聽過 吃血肉名都聽過 信血肉得用生 這是一個認同 是一個信念 對 這是一個認同 是一個信念 我今天有穿 跟你今天沒穿 我們都是血肉名 我們沒有不一樣 我覺得是這樣 觀念應該是要這樣 制服上面也是 今天我是髒中的 我還穿著髒中褲 但我有沒有穿 我都以髒中為榮 觀念應該是要這樣 對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但我回到你問題嗎 OK 好 那我們開放下一個問題 嗨 我想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然後 就是我剛剛不知道 主持人還是語談人 有講到 有一句話說 就是好像是在反駁 反方的論點 就是說 我聽到說 學生應該不會穿比基尼 或者是紅紅裝的 不正常的衣服來學校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所謂正常的衣服是什麼樣 那 你們的正常是符合 主流的社會價值觀 就叫正常 還是只是在措辭上面 措辭方面可能有 不精確或者是不正當的用法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 這樣想的用意 或者是含義 除了在反駁 反方的論點之外 你們想表達的是什麼 謝謝 我先從健康的福利規定講起好了 那健康就是 一樣就是 可能不能 通常健康沒有硬性的福利規定 那就是 主任會講說 可能不要露肚臍啊 等等的 那 我覺得 其實不用說 什麼明確的標準 或者是 一些 就是 什麼 相符的社會主流價值觀等等的 那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自己穿的舒適就可以了 那 如果 對我來說 就是 在健康我們就認為 自己穿的舒適就可以 一樣 就像我剛剛講的 自己穿的舒服 大家看的舒服 那基本上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服裝 那沒有說不好的 或 就是 對 剛剛你講的那一句是 建功高中的這個同學講的 那 我們自己的立場是 我們就講了 福利自由的學生陣線 我們認為 學生都應該有選擇自己的衣著 權利與自由 所以就算他今天穿的是恐龍裝 我們也絕對支持 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覺得很熱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會被投影一樣的眼光 那他自己適應 但 如果 假設假設未來福利規定 全部寬鬆化 然後不會有限制的話 今天有人因為穿恐龍裝 學生覺得 或者他是穿西裝衣服的話 我們絕對挺他 真的 對 我們覺得這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他自己想要穿什麼 就穿什麼啊 你用一個主觀的意象去 限制一個人的想法跟他的行動 這不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嗎 而且也不是這麼客觀 就是這種主觀 又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恐龍裝是喜光怪服 對啊 我自己看到那個秘密的時候 我超想穿恐龍裝去學生議會晃逸圈的 雖然我可能會被學務主門趕出來 那有回答到嗎 我想講的是說 我再舉一下進行例子就好 就是 像是 我們 其實我們主任相對想法上面 可能有比較保守一點 他認為說 可能連女生穿的熱褲 他都不能超過大腿一半 那這樣當然大家都覺得很扯 就是 熱褲本來就是 那樣嘛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學校的處理態度是良好的 他不會說 硬把你抓起來 警告 或者是愛笑服務等等 他們是柔性勸導 就是 他跟你講說 同學 可能 短褲態度很好之類的 但是 我覺得這是比較 就是 校方才學態度應該是要比較消極 那也就是 比較像是 規定鬆綁這樣子 就是 可能 他認為他自己主觀價值判斷 就是學校認為說 這樣穿不應該 但是他不能用任何強硬手段 可能逼迫你去 符合他的主流價值觀 應該是 讓這個 提供一個意見 讓這個學生 自己去做選擇 說 我代表要這樣繼續穿 那這樣穿會不會 去思考的時候 這樣穿會不會造成更多 會不會造成什麼 避害之類的 或者是這樣穿我可能比較舒服 那我就繼續選擇這樣穿 那這樣可能才是我的風格等等的 那這才是一個 學校應該給予同學們 一個自主的空間 跟一個學習 如何成為一個人的 的一個方法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 就是 硬性強迫 規定你只能穿制服 這樣子 所以 就像我剛剛講說 我覺得 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 從服役鬆綁開始 對 那希望這樣有回到你的問題 謝謝 OK 好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這是一間咖啡店 然後我們是跟他們借場 借到9點 所以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如果 還有就是 那個 網路上有朋友 發問一個小問題 可以嗎 他是說 他應該是比較年輕的 一樣是就是青年的朋友 然後是說 就是部分的年輕學思想 是跟我們其實差不多的 這樣子 可能是比較青年的朋友 這樣 然後他說 必須要說服是中老年 凌晨上面的思想 然後覺得說 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說服他們 我們今天會想要辦一個這樣 就是 所以 沒有 就是 完全沒有服役規定 跟 其實算自由的 跟 完全不自由的 來談這些 這些就是 很多大家 會擔心的問題 我自己主要想要做到的就是 這位朋友剛問的 就是 我們粉專後來發現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的學生 在教育部更改以後 其實是 不反對的 反正是 非常多的 大人們 其實我覺得這很正常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 時期 或是他們在 求學階段就是 覺得這是 理所當然 所以他們會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些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 就是 我們才會想說 辦一個這樣的講座來 就是 讓大家了解到 其實 其實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就像我們下來的標題 福利自由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對 大概是這樣 希望你在 就是 電腦前面有聽到 我這樣講 然後 因為就是時間差不多 所以 就是想說 如果 他有問題的學生 就是 其實可以再來跟我們談 然後 如果自己在校內 有什麼行動 還是需要幫忙 也可以來跟我們 也可以來跟我們 協助我們 任意協助這樣 然後 今天大概就是 但是 對 告一段落這樣 所以我的那個傳統就是 我們要預告 下一個禮拜的 的那個 我們的講題 那 我下一個小小的結論就是說 因為在場還是比較多學生嘛 那 如果在一個體制內的教育工作者 以我自己的立場來看 因為 因為 我還蠻認同 剛剛竹軍講說 我們今天辦這樣子一個講座 其實就是想要 希望可以擴展到 非學生的年齡層 但是我們還蠻遺憾 其實 也許大人們拒絕溝通 就是 來到現場的很明顯 有點同溫 然後都是學生們 就是 好像跟我們當時 想要辦這個講座的 一個 預想的目標 有點落差這樣子 我們希望是 所謂有權利的 然後來 來聽我們講 然後一起加入 我覺得就像去年反課綱一樣 或像現在那個服役 我覺得一直講服役都太小了 我們可以把那個想法 擴大到學權 就學生權益的部分這樣 那其實我會覺得 剛剛很多人分享說 我離川制服幾年幾年幾年 我覺得那不是幾年的問題 就是 那是一個做人的權益 就是權益的問題 其實沒有分年紀 可是我們應該要去說服 不是川制服的人 或是年紀更長的人 他們怎麼樣加入我們的戰鬥 然後我想 小小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 講到私校那個 私校的那個同學 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會講 我的確認同 所謂的 所謂的明星學校 跟私校 他們的制服 的確代表了某種階級 但是 也許今天台前的同學們 讓你也感覺到有階級 因為我有分台前跟台下 雖然我在前面的之間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哲舞的主角是觀眾 但很明顯的 他們講話事處比較多 這個也是一種階級 但是其實社會 社會無處不是階級 然後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這樣子的階級 在面對過巨大的國家機器 就是該負責任的教育部 政府面前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渺小 所以我剛剛 其實有點難過 我覺得 我們很像在洛洛相殘 就是看起來 我不是應該是說 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問題也不在於 他們是階級 我覺得會不會 因為你剛剛說 他們 你剛剛說你們就是階級啊 不是階級 重點是 你們在 大家在 就是我們在 討論制服的過程之中 很像十九世紀在 談女性主義 比如說西莫波啊 他在談女性主義的時候 他想像的是一個 白人的女性 所以 全世界的人 女人都要像 白人的女性一樣 獨立自主 可是不好意思 當你們的想像 當你們在想像 浮影應該怎麼樣 然後我們學到 我們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你知道 有很多學校是 連那個機制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那個階級 並不是 並不是 文化資本的問題 可能文化資本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們的想像太同質了 你們的想像太同質了 你們把所有的高中生 或是所有的學校 想成是 一個模樣 那等於你們 少了很多 更多 我覺得才是 才是問題的聲音 比如說 這位同學一個人 當唐其科德 在明德高中 努力連署 這位同學一個人 抵抗著正式中學 很奇怪的體制 那當然還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 所謂的階級 真的不是資本 很重要的是 你們的想像 怎麼來的 那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中部 福一聯盟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可能這個聯盟 必須要融入更多 不同的聲音 然後主動的去 找到更多的可能 那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當然 我投入你的講法 如果想要去 期待 政府 那 我期待是施壓 OK 就是我的意思說 施壓 不管你有任何的 動詞 那我覺得 我覺得 你必須要 或者說 你大家必須要 有更多不同的聲音進來 它才會是 不要說消除階級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 能夠更包容的狀況 我們剛剛會談的階級 並不是指的 你們都是好學生 所以剛才有一個正常的問題 我覺得 他剛剛談那個正常 並不是要去 但重點是 你重點是 在語談的過程之中 好像已經 已經有了一個正常 跟不正常的 的框架在了 那 你們都已經把自己 打成便胡是不正常 或是說 Bikini Bikini有沒有不正常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剛剛說 語談的問題就是 太同時系統 然後你們很像 很像中產階級 然後 可是你們忘記 都無產階級在這裡 是嗎 你可以一起 對 好 不好意思 無產階級專輯 我想要更正一下 就是西蒙波娃是 1907年出生 她是20世紀的女權運動者 不是19世紀 跟 跟西蒙波娃 好 但是 但是請 請讓我說完 好 謝謝 然後呢 西蒙波娃在第二信裡頭 今年有出最新版 就法文之一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實西蒙波娃裡頭 所講的女性 你所說的 以白人為主的 女性的想像 這是她想要打破的 所以並不是她 擁護那樣的形象 但是她在第二信裡頭 沒有沒有沒有 那然後 因為我 我想 就是後面其實在女性主義的理論中 她是很會黑人女性出來 或是黑中的女性 或是很多藝術來照女性 那我要談的問題是 還是請我的藝術 就不知道有沒有用力的吧 那 我要談就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階級的狀況 不是名校 不光只是文化資本的問題 她可能是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談 就是你們的想像太同質了 那 我並不是因為 你們是語談人 所以你們就 我覺得 反而在講談上就是必須要接受挑戰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也 我也認同 所以我的意思是 所以我剛剛談的 我一直都不是要指責任何人 我們只是剛剛覺得說 在那個語談的過程中 其實一直都沒有到養處 因為 嗯 甚至 我覺得因為剛剛 我在底下 調查的過程 我覺得很多學校是 連機制都沒有 就是連 行程共識的機制都沒有 那 因為現在場的 我覺得在場的意見 應該都是 贊成福以開放 可是 你回到各個學校 就是 每一個節點來看 好像 都還沒有共識嘛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 會變成說 各個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 我們在談的那個過程中 第一個 每個學校的狀況不一樣 那 怎麼樣包容進更多不同的狀況 然後 一起 讓那個想像會更 多元 或是說更意識性 我覺得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那 我可以回答一下那個嗎 就是 我是不是說 現在新政府上任給我們 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 真正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不會再說到一些 可能某種打壓上面 就是上面 這個新政府給我們 是一個機會 對 那當然了我們 有火柴 讓它快熄滅了 那 變成說 剛剛在談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很熱烈的 熱度 但是其實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想法是這樣 對 對 的那種想像 我今天開了這場 我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們是國民教育 那那麼在國民教育之下 我們所要受到的照顧 應當包含你的書本 應當包含你的制服 那應該都是國家必須要支付的 如果這是所謂的衣物教育 而制服的產出是為了什麼 那最早是在18世紀的時候 普魯是為了國家統一而來的 所以大家穿一樣的制服 上一樣的學校 唸一樣的課本 以便可以統一大家的外表 跟對國家的想像 那各位覺得現在穿制服 有讓你統一對國家的想像嗎 也許你看了相同的課本之後 你對國家是不是有一樣的想像 這就可以回應到去年反課綱的運動 所以我會覺得說 各位會希望可能他們可以做什麼 不如就像他們說的 他們只是開了這個講座 然後各地方有需要 可以協助的 或者是可以奮鬥的 他們都很願意成為夥伴 我想說的是這樣 然後剛剛有一位同學舉手 我想讓我再耽誤一下時間 讓他說一下 我想要先回應當時來那個 就是我個人認為你聽到的問題有點像是說 就是包含我剛剛在聽到整個談會的過程當中 除了當時那個Flash同學 又很想你這樣 所以你那台發言之前的所有的那個談論 對我聽起來就有點像是說 你們想要各別的去突破你們各自來這個學校對服裝規定 但是其實我認為你所說的是說 你們願不願意去走到 不是就是現場沒有來這些同學 You got it you got it 對 我要談論這件事情 陳吉在親他講 他逼很久 就是其實 那我這邊想要就是問一下 其實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提到說我來這邊 我比較想要聽到就是說 因為在我來看 你們所謂的同溫層是指說 你都認為穿制服來說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我想要來聽看看有沒有認為說 穿制服其實是沒有那麼不合理 或是說我希望這樣子兩個不同的聲音 或是我們在辯論場上所謂的正反方的意見 能夠背出來討論 但是我後來發覺說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有點像說 現在你們認為政府不願意跟你們交流 他們不願意跟你們講 但是當時我聽的過程當中 你們好像並沒有要去了解 當然在想什麼的感覺 就是說你們認為已經一方面直接先入為主說 就是說制服是不好的 那應該要被除 但是這實際的結果 我比較 我更想聽到的是 你們對於 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的過程 你們是怎麼去想出來的 而這樣的過程 可能包含你們 對於大人們的回應 對於那些穿制服人的回應 那我認為這邊才是 就是我覺得這邊應該才是溝通 開啟溝通的開始 請問我可以插一句話嗎 穿制服沒有不合理 不合理也是一定要穿制服 對我們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們叫福以自由 而不叫廢屬制服 可是剛剛在外橘色衣服的同學 有說到廢屬制服嗎 然後他講錯 你講廢屬制服嗎 他講錯 對就是廢屬制服 他就不會是我們的訴求 你可以去看我們的記者會 還有 我們今天是兩個小時的 雖然做常會嗎 還是討論會我不知道 然後當然就是兩個小時 對我們的題目 剛剛這位同學 他說 那個橘色衣服的同學 他就冒散 他說他只是舉例而已 沒有說他可以做制服 我會想要講 就是說 其實現在討論的 有點像是社會風氣的問題 那大人們可能認為說 相對上比較保守 他認為說小孩 就應該受到完善的保護 那在家長這樣保護小朋友的情況下 不給予自主空間的情況下 那當然就衍生出了很多很多社會問題出來 那像剛剛那位講的事情 也就是這樣 就是 一切的根本都是有關於這些社會風氣的問題 那我們只是一個靈心的火 想要去 顛覆這個現在社會風氣上面 大家偏向保守的思想 不管是女權或者是 福利自由等等這些都是 那 我剛剛講說 這個新政府的契機就是說 大家可以慢慢去針對這些社會風氣去做改變 那 一樣都是循序漸進的 那 可能 一開始 對於 這些私校就是 沒有 沒有那個學生權利 就是他沒有這些機制去改變這個 沒有機制去改變他們現在這些現有的情況的情況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下面 那就是一樣是我覺得要透過整個社會上面去輪去 這個齒輪去轉動來去改變這個現況 那可能也不是只靠我們就可以去討論到或解決到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討論的話 就大家就拭目以待 就是我覺得接下來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它解決掉 那我覺得 就這樣 其實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 那我先道歉一下 我說錯了 我剛剛不可以 對不起我跟各位道歉 要請問你直接講個道歉 我應該說你們是階級 我應該說這就是階級 我應該不是 對不起我太誇張了 應該說 應該這樣看這個叫階級 可是我不認為 對不起我不認為說 好像你們擁有文化資本是錯的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 也許這個狀況會是一個階級 它不是穿不穿名校制服的問題這樣 所以如果前面這位同學 你們有感受到任何的敵意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我跟各位道歉一下 其實我可以一點點想法 就是說 我當然會迷回你說 我們在不同的階級上面 我們有不同的優勢與環境 是不是有辦法運用這些 去打到其他我們所想像的 因為像剛剛你們有說 就是我們願不願意走入人群 或是走到各個地方 我必須要 我們現在正有這個構想 我們組織只有十個出頭人 我們也努力的在想辦法 我們有沒有辦法走到各地去 來跟大家討論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現在正在構想 今天只是我們的第一站而已 對 謝謝竹君 雖然有時間壓力 但是同學想要講還是讓同學講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我剛剛聽的話 那就是這位跟這位 剛剛有達成共識的部分 就是大家是在想說 今天講說為何沒有正反放 那今天講過的題目叫做 福利自由真的那麼恐怖 或這麼可怕嗎 他們討論的點在 因為我們提出福利自由對構想之後 網路上出現非常多的言論是說 那如果今天福利自由的話 就會這樣就會怎樣 聽起來非常危險手提 所以今天討論的重點在於 福利自由真的那麼可怕嗎 是要回顧網路上的言論說 其實並不會這麼可怕 所以今天請來了三位 就是分別是學校非常嚴格 以及以制服為校服部分 跟學校完全沒有制服三個部分 來討論說 來破除網路上的流言悲諭 所以今天沒有請到正反方的部分 是因為這樣 那如果經過這一場講座 會有正反方的討論的話 其實講座變得非常隆長 而且沒有重點 那如果大家對於正反方 兩邊的辯論有意見的話 其實可以上網看 福利自由陣線上面有非常精采的辯論 那大家對於正反方的話 其實都可以上去看 其實我們昨天給我老師 那個聯合報有一個專欄 就是在目前正在針對這個議題 做正反的辯論 然後上面也有我們的寫手 正在寫 就是坐在台下的這一位 就是 對 到黑黑的 他叫佟玉文 台中藝中的同學 在跟非常多的大學生 或是社會人 是在做大家剛剛講的 所謂正反方的辯論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這樣 好 那我想今天我們可以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對 我還是要做一下哲午該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對 還是得工商服務一下 抱歉 就是 呃 像哲學信息舞這樣的平台 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說 其實我們原本就是 我們 我們希望在講座的過程中 可以搭得工後端交流 那我們 這兩年突然在台中 就是用一群 一群志工們提起來 就是說 可能像 我們原本都有陣子 或是有學生這樣 那 我們的志工團們 其實大家都沒有 沒有執行 然後每個 每個禮拜產出 這樣的一個品牌 討論過很多運氣 那 呃 包括像是 我們每個禮拜 鼓勵會有哲午 可以看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有時候也會有哲飛舞 討論過各種公共運氣這樣 那 我還是得工商服務一下 不好意思就是 呃 因為哲午其實我們都是一群志工 那其實我們有 呃 接受益助就是說 如果你 離開前 你覺得 口袋年齡前很重的話 就是 你可以投進來支持一下 哲午的那個 哲午的 營運 雖然說 呃 大部分我們的獎者 我們都沒有給獎師費 可是我們會很充 就是我們會給獎者車馬費 呃 或者是說像是強強人文空間 這麼好的一個場地 我們還是有開門場地費 所以呃 呃如果大家有願意支持 像哲午台中 這樣子一個 兩年多一直跟你們 沒有五千段休息的平台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就是一住 那其實一住 不用壓力 就是你錢就可以的這樣子 好 好 那我還是要預告一下 希望大家投入 但是我 我還是要預告一下下週的折五 禮拜五 我們要講的是 呃 離我們想想二五公間很近的那個 第一廣場那邊 呃 大家知道那廣場被改為東協 欸 反正不一定要改名為東協廣那件事情 然後那邊其實 其實他現在有非常多的移工 移工的一些商店 然後移工他們家都會去那裡聚會 那那下禮拜 我有一個田吊團 來跟我們分享就是說 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 就是在地的 其實不管你是學生 你是老師 或是你是從各地來的上班族 或是各行的人 或是從外 外分不是開 不是開 沒關係 好 就是 那我們下禮拜的主題就是講 移工跟第一廣場來天運的調查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換一個分鐘 之後你還是會本行專業 那我們也都會有成功 還有錄影上傳的部分 因為 還是有一些第一次來周圍的朋友 所以我還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這樣 好啊 謝謝大家天晚上的餐 如果 如果大家還是想討論的話 可能可以再聊一下 如果大家可能就聊一下聊天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再分享 好 今天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